好 謝謝主席 主席各位先進 我們請一下主計長 來 史主計長 賴委員好 主席長你好 那麼先問一個你們內部的問題 根據相關的 叫什麼主計人員的什麼調升辦法 什麼之類的 第20條規定 主計的職務 最多一任做四年 我們現在各級主計單位 好多做到八年以上 這些人怎麼處理 是 跟委員報告 我們依照主計機構編制定定 及人員任免簽調辦法的規定 各級主計主辦人員任期是四年 那期滿得連任一次 如果業務特殊需要 連任期限屆滿後 得延長一年 也就是最多九年 但是有一些特殊情況的話 是可以再延長的 包括最近三年 就要借零退休的 或者是重病住院 或者家庭有遭遇重大變故 或者是業務上有留任需要 以及沒有適當職務可知簽調的 除了這幾個特殊員 你們看一下 這個東西 給人家觀感不好 這個感覺 我有八年九年十年 都一直做 這個東西 我們很重視 我們每年都有在檢討 這個職級輪調的問題 第二個 我想跟你業務有關係的 因為 你這個 你的失業率怎麼算的 你失業率 人家媒體對你 意見很多 所以你們是 每一個禮拜 工作沒有超過一個小時 才叫失業 有這麼離譜嗎 有這樣子嗎 失業率 當我們的那個定義 是國際勞工組織的 依照這個標準定義 跟世界主要國家是相同的 你定義是什麼 那失業者 他這個定義 就是說是指在 調查資料標準週 所謂標準就是 每個月的十五號的那一週 那年滿十五歲 那屬於沒有工作 在找工作 或者是已經找工作 在等候結果 而且隨時可以開始工作的 可是你限縮到現在一個禮拜 工作沒有一個小時 才叫失業是這樣子嗎 有這樣子嗎 我們現在定義就是 剛才講的這三項 那人家媒體要攻擊你們啊 所以你們現在採取 一個禮拜 工作不超過一小時 才叫失業啊 主席長 就是說 媒體的關心 我們事實上是有回應過 因為這個調查的定義是 那個各國都一致的 所以沒有隨時調整 不是 就是說 這個定義是 那個主要國家都是這樣 外界在質疑的是你在manipulate 是 英文呢manipulate 就是在操縱這個數字 講得很難聽咧 在美化數字好了 不會我們都是依照一樣的定義 那一樣定義 我請教你 EGFA簽以後 失業率到底是提高還降低 因為按照經濟部的版本 它會增加二十六萬人的一個工作機會 按照老委會的版本 他原來說受影響是八萬人 可是最近又一個最新的一個報告出來了 然後又認為說 EGFA簽以後 我們的救援率會提高 我們救援人口增加四萬多 那很好啊 到底那你 我想主席處最有權威的 EGFA簽了之後 失業率會加減多少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是沒有做失業率的預測 我們是每個月會公佈 上個月的失業率 就是預測是沒有做 那當然未來就是說 這個實際的結果 當然是會反映在未來這個失業率的調查 所以沒有做這個預測齁 是 你們都不做預測齁 我告訴 目前沒有做 請那個省記長一起好不好 省記長 兩位長官一起 好 來 林省記長 我們的人家批評的 經濟預測屢屢失準 導致經濟財政政策的擬定 未能及時反應 措施先機 這是在罵主席處的 同時罵審計部 說 唯審計部呢 並不能夠評價總體經濟預測品質 未善盡職責 兩個單位 通常打好光 主席長代表先回應一下 你要點名啊 90年度 預測 你們是成長6.18 實際2.18 足足差了8個百分點 97年度 實際上經濟成長0.06 可是呢 我們的預測是4.51 中間差很多很多 就是說 預測失準的很嚴重 所以你剛才回應那個委員啊 我都不太敢相信啊 主席長啊 你要講的樂觀啊 哇 明年 明年景氣會4.85% 成長 人家 我們的 所謂人家就是我們預算中心啊 預算中心 兩個單位的評估報告 特別點出來 主席處對於 經濟預測 屢屢失真 審計部 視落無見 完全啊 成績部 未盡之城 不是這樣 跟委員報告 是這樣子啊 不是我是說 那個因為受到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 國內外的預測機構都紛紛下修 我就簡單說一下 那個環球透視在去年8月14號 他預測我們98年經濟成長是正的5% 那麼到10月14下修為負的4.1% 那也跟委員再報告一下 就是說事實上 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像91到96我們呃 就是前一年籌編預算時候 8月的預測跟後來的實際值的那個差距 平均是百分子 呃 0.81個百分點 那剛才委員提到90年 那當時特殊的情況 以及這一次全球 呃 金融海嘯的衝擊啊 這國內外預測機構 都是同樣在下修這個經濟成長的預測 那不過呢 就是說呃 各國也都採行的 好 還有一個題目啊 我想啊 省機長也可以回答 主機長也可以回答 我們特別預算變得這麼多齁 執行率都很差 你很清楚嗎 那個省機長要不要講一下 執行率非常差 我們擴大公共工程大概五成六成 然後 特別預算執行率都很差 你不要講一下 呃 陳如這個賴委員講的 這幾年這個 特別預算的這個執行率齁 那麼確實是偏低 不管是治水啦 不管是擴大內需 那麼我想 我那個執行長 不是那個 省機長 我那給你聽啦 你們的查核 今年上半年 治水預算 執行率65% 擴大公共建設的特別預算 執行率不到50% 其中經濟部執行率13.2% 阿神機長 阿神機長 這個部分 我們在平常監督預算執行的時候 針對特別執行率偏低 我們都有提出意見 那當然在這個特別預算 到目前為止 執行率偏低 包括說 他的這個提出的時間 比較延緩 那麼還有做到這個前面的 前面那一期預算 還沒執行完畢 所以機器累積下來 變成說在新的預算 在剛開始這一點 幾乎都在執行 老的這個未了的這個預算 我想這個是牽涉到整個 預算制度的一個錯誤 這個阿神機長 我希望你喔 對 除了點出來之外 繼續要追 繼續要給我們行政單位壓力 對對 這個主計處也可以給他們一點壓力 主計處事實上 你權力很大啦 不能把它做小啦 史主計長阿 包括 你現在弄得很頭痛的 這個這個我們講公共 這個債務的問題 現在人家都給你算帳 給你算很清楚 比如說我們現在債務都 這個核無標準 40%以內 事實上人家一個一個給你算 一個一個給你算 已經有人算到說 債務已經到了 全部加起來的 非營業基金 把阿布朗東加起來 19兆啦 已經加到這麼多啦 對不對 然後你們現在都說 沒有問題沒有問題 這一部分喔 審計長要不要表示一點意見 我們這個 這個老是用公共債務 就排 就排除什麼預算法 排除這個排除那個 可是舉債之後 要真的一直舉阿 要不要講一下 沈機長 講這個 是的 這個有關債務的認定 目前是以公共債務法 有一定的界限 但是各界對政府的 這個未來的一些債務 有不同的看法 所以我們聯繫在 96、97年度總檢審核報告 那麼也都建議這個行政院 因為後面是不是來修改公共債務法 讓他要符合國際 提出說 不能夠動止隨便就說 這個 這個 這個說 我不受什麼預算法的限制 就是把它排除特別特別特別都不放在裡面 算起來大家都很好看 自我感覺很好啊 事實上 老百姓感覺不好啊 對不對 是跟委員報告啊 就是說 因應特殊需要特別預算排除公共債務法 那是排除那個流量的限制 就15%那個限制 那存量的限制啊 是沒有排除的 所以 債務未償餘額 那個數字是 是要算進去的 就是特別預算的舉債 也算進債務未償餘額 那個15%早就都超過了 對對15%那個是超過的 但是那個累計的是算進去 好 我提醒兩位啦 這個東西啊 這個跟藍綠都沒有關係啊 真的我們看到債務一直攀升啊 真的我們看到債務一直攀升啊 身為國會委員真的我們都很汗顏啊 就這樣子我們擋都擋不住 就讓他一直增加一直增加 事實上都一直這樣惡化 替我們的老闆 替我們的子孫啊 再哭泣啊 真的是這樣子 那個主機長 你要不要回應一下啊 那個庶民經濟啊 夾類、蚁類、餅類 開始編了沒有 就是那個 開始編了沒有 就是生活物價指數 是上一次有發佈 以後多久發佈一次 物價是每個月 那個庶民經濟指標 假類、餅類、餅類 什麼時候發佈 假類、餅類、餅類 這個生活物價指數 我們是每個月發佈 那庶民經濟的指標 是經建會在會同有關機關在做處理 不是你們發佈啊 不是 那個庶民經濟指標 它會有很多項啊 那它是會 是經建會啊 經建會 邀有關機關來共同來 沒有 庶民其實是強調短期嘛 幾個選擇性的指標嘛 我會認為 我會認為那個 發佈的頻率應該高一點 才符合短期嘛 不能說到每天 最少說到每個禮拜 你一個月的話 其實 那個都不叫庶民經濟的 那就是一般的CPI嘛 只是說選擇性的CPI 這個意義就不大了 那個你既然要庶民就是 即使讓他們感受到 現在物價是漲還是跌 應該是即使反應 即使反應最好 頻率越高越好 是 謝謝指教 謝謝